先畫一個90度的 那90度裡面的話基本上呢 它會有幾階呢 總共有5階嘛對不對 那每一階的話高度為5 每一階高度為5 OK 那所以呢我們如果要畫出這樣的一個 形狀之前 可以先從那個上 從上次圖先把這個形狀先畫出來 但是我們需要的就是在這邊畫一片 這邊總共有5片 那5片的話最快的方法就是做一個 先做一個正列 那正列的角度就是90度 90度之後的話總共有幾條線 6條嘛對不對 6條之後我上禮拜講過就是再把它做一個 做一個邊界 就是這個地方把它打一個邊界 那那6條線可以拿掉 就會有5片 5片之後的話這5片 通通可以把它的高度拉出來 那也就是我們用擠出的方式 把這5片 通通都擠出 擠出高度為5 OK 然後呢再分別怎麼樣呢 把它 第一片不要動 第二片往上拉 然後距離的話就是 分別是5 10 15 20 一層一層 對不對 然後做完一個之後的話 下一個的話就是要步步高升 所以下一個是 等於是 它只是角度不一樣 但是 只是角度跟高度不一樣 下一個的話呢必須再把它往上拉 有沒有 拉的距離多少 這5嘛 那 每一階 應該是多少 25嘛 那下一個就是再加25 再加25 再加25 那所以有4個 5個 對5個一起啊 5個一起的話就是高度25 就是指的是 這個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的那個 總共這5個所有的就25嘛 那下一個的話 等於再加25 再加25 所以繞一圈的話剛好高度多少 繞一圈剛好就是100嘛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這邊有繞幾圈呢 剛好300 所以剛好繞 一圈 三圈嘛 一圈 兩圈 三圈 剛好 有沒有 這樣子 這樣子 剛好繞了三圈 OK 那高度加起來加總剛剛好就是300 OK 那每一階的話會5啦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來做這一題 第一個 上禮拜我們大概開個頭 已經做出類似像這樣子 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的話基本上呢 你可以最簡單的方式 你可以就是 可以在上次圖畫了 或者說你在 東南簡條畫 其實這個圖 不會太困難 其實在東南簡條畫也不會有問題 那他的半徑第一個是60 再來多少 25 再來20 OK 那其實裡面的那個柱狀比較簡單 可以最後再處理 比較難的是繞圈圈這個部分 那你可以直接在東南簡條畫的話也是一樣 就是畫一個 在那個 X方向 畫一條線 然後把它怎麼樣 用環形正列 環形正列選他之後的話 選他按空白鍵 中心點給他 再來的話 總共有幾個 6個 然後 90度 OK Enter一下 那記得要把它 分解 因為他這個2012之後 他會用圖塊的形式呈現 所以如果你沒有把它分解掉的話 你沒有辦法去 去做後續的動作 OK 那分解